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移动大楼三个电梯口 男子选择和美女一起乘坐 下场悲惨的故事 香港的一幢鞋子楼非常邪门 每年这里都要死九个人 小冯是这幢大楼的一家玩具公司的新雇员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上班 在等电梯时 她遇到面容较好的阿珊 在阿珊的后面是一个全身雪白的白衣女子 正常男子都会选择美女 所以小冯屁吊吊的走进了阿珊进去的那个电梯 小冯 按电梯时 发现阿珊也是玩具公司的职员 终于找到话题的小冯热情的自我介绍 她是玩具公司的设计师 而阿珊也友好的和她握手 她说她是说发式的 也许处于同一个公司 两个人相互之间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进了公司 阿珊还向小冯吐槽这家公司的人喜欢板着脸 爱搞小圈子 说人是非 两个人在说笑中结束了对话 之后老板找小冯谈话 问了问第一天来公司上班还习惯吗 小冯觉得设计部氛围还不错 老板说那是当然 像说发式的领导阿威爱搞小圈子 还爱看女职员游 小冯非常担心 就跑到分发式找阿珊 果然阿珊正在受欺负 给她安排了很多的活 小冯主动开口要帮阿珊 可是阿珊婉言拒绝了 小冯献殷勤的说到下班后来找你 阿珊答应了她 等到下午五点 小冯来到说发式找阿珊 却遇到了阿威 原本小冯好言自我介绍 可是阿威气眼很是嚣张 小冯看不惯这种人 教训了她一顿 阿威走后 阿珊来了 她告诉小冯十点钟后下班 小冯又主动提出 去买宵夜吃 等小冯回来再次看到了白发女子 便问保安 看过这个白白的女人没有 保安说自己是新来的 没有见过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小冯便回到了公司 这个时候 阿珊却哭得很伤心 小冯问怎么了 阿珊说 她有阴阳眼 可以看到鬼魂 她常常被一个全身雪白的白衣女子纠缠 这个时候 白衣女子真的出现在了办公室 小冯本来想去追 阿珊抱住了她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拥吻 之后 小冯带着阿珊 一举去看一位名声很大的风水大师 可是关键的时候 阿珊以老板阿威找她有事 拒绝上楼见大师 到了下午1点05分 小冯看到白衣女子正在找阿珊说些什么 小冯急冲冲的跑了上去 阿珊有点害怕 说她想看一下她的弟弟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幼儿园 看到了阿珊的弟弟 这个时候 白衣女子来了带走了弟弟 为了救弟弟 阿珊着急的回到公司找白衣女鬼谈判 之后 两个人在衣柜里找到了一件写着 天台骇石的外套 正当小冯安慰阿珊时 白衣女鬼再次出现 傻乎乎的小冯追着白衣女鬼跑了出去 全然忘了阿珊 等她回到办公室时 却只看到了那件血衣 小冯想到了天台 便跑上了天台 可是在天台上 小冯并没有看到阿珊 这时候阴风震震 阿珊也来了 她跪在地上恳求 希望女鬼能够放过她的弟弟 她愿意牺牲自己 换回弟弟的性命 这个时候 一阵阴风吹过 阿珊似乎被鬼抓住了 即将掉下天台 着急救女友的小冯扑了上去 却扑空了 直接坠楼而亡 落地的小冯还以为自己没有事 这个时候 白衣女鬼来了 她告诉了小冯真相 她已经跳楼死了 而阿珊已经转世投胎了 原来阿珊才是女鬼 最初小冯就选错了 白衣女是天生的阴阳眼 而阿珊是找替身的女鬼 而且阿珊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话 小冯回想起当初的一切 她现在才意识到这点 白衣女因为天生患有白话病 为了不吓着别人 都是晚上工作的 所以很少有人见过她 第二年 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一间电梯 发现有人按了12楼 回过头一看 看到了对她露出阳光微笑的小冯 全片结束 本期故事选自国产恐怖电影 Office有鬼中的第三个故事 由于第二个故事画面过于血腥 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